今次做唱片的感覺是不只做一張唱片 今次是記錄下這個時代的很多現象 很希望將來很多年後再聽或看歌詞 聽這些歌 會大家想起現在我們這個時代的種種 所以我們做這張唱片時有很多資料搜集 和填詞人的討論 甚至與現象的當事人了解 希望可以帶出更多更多 今次做這張唱片給我的感覺是很有意思和很有意義 現在沒有公主病了 叫我皇后病 已經升了呢 我不會覺得女人嫁得出是為止成功 有多少人可以夠權力去做敗犬呢 做得敗犬就是勝犬 你走出家現在那些全部都是年輕人 對 我跟你比不到 不過我想我應該有些東西是更加取勝的 自己看你只是減價貨 別人就看你也是減價貨 總之我永遠都不會減價 只會加價 可以按銷售 但不可以逼銷售 不可以瘋狂售 資深售售 我會寧願做一個年薪過百萬的敗犬女王 我都不會做一個年薪過百次的敗犬女王 先撇開是否忠不忠女 在自己的角度會不會覺得有些什麼原因 在自己身上令到其他男生未必會願意 或者可能出現那樣東西 我是肯定需要帶女人主義 女權都對 除非我的事業向下坡 否則我每一年選的男朋友的質素就會越來越好 我又不想外貌太差 身高又不要太差 最最低限的可能又要大學畢業 總之不中其中一個 那種類型 你選別人都在選你 你不斷就有很多約會 但約會永遠就停 約會是一個中文 約會 過幾天之後就36歲了 那開始會無奈 就看著我爸爸媽媽老 我都知道他們作為一個父母的心願 但我不會為了要滿足某些人的期望 而去做了一個決定 對我來說結婚是一剔的 That's it 朋友跟我說過 他都說試過跟一個18、22的拍拖 last 了多久 嗯 一個月左右 這麼快? 為什麼? 我跟他說股票 就跟我說Hello Kitty 不同啊 你二十多歲 留戀的是什麼身材 還是皮膚 還是樣貌 我相信一懂得欣賞我們的男人 是真的懂得欣賞我們 對呀 我覺得 懂得欣賞那些小妹妹的男人 是只不過 Let him go 我大把 我大把market 相愛容易相傳 我可以很愛他 我做一些事 其實我覺得是愛他的 你這麼辛苦 放工回來 我搞到家屋這麼舒服 這麼乾淨 你應該覺得開心 對呀 我自為我是一個好老婆 對呀 原來不是 又不是 她不是要這樣 感情當然失敗 失敗之後 你都不需要再犯 這個就是 開始中旅 你會開始想 因為你以前小時候 你覺得你 可以很多選擇 亦都可以 批圈一下無敵 OK的 我覺得當時我消費了很多 很開心 現在開始儲回彈藥了 就是再裝備自己 以前是不會想這些東西 就是完全 你眼淚如何如何稀收 我信任從來無人空間 相信在八十歲後能擁鳴 年月秀夏美麗就無你用祭雨面來 後日 你覺得香港的女生在拍拖的時候 公主病嚴重嗎 很嚴重 覺得香港女生的公主病嚴重嗎 超級嚴重 覺得香港女生在拍拖的時候 公主病嚴重嗎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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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公主病 這個字已經說完整件事了 其實就是 他真的覺得自己是公主 世界圍著他轉 例如所有人都要遷就他 他沒有想這件事對不對 因為他這件事是 天生出來就是這樣的 公主兩個字 我想說病 你叫公主病 就是你有病 有病看醫生 其實不一定說女生拜金 其實現在男生都會拜金 難道我說你有太子病嗎 就好像人家說SIM CITY 是主宰的國母 I'm the Korean I'm the Princess 男生一向都要遷就女生的 很正常 我覺得他們是得不到 就覺得吃不到葡萄士酸的 我追不到 就說女生不好 那為什麼不自己檢查自己呢 例如吃飯 男朋友都幫他們付錢 他覺得我們拜金 他自己不賺多些錢 這些東西沒得賴的 是女生都想找一個 樣子覺得OK的 然後自己家底又OK的男 那些東西不可以說我們拜金 你自己沒那麼多能力 你說我們拜金 是不是自己的問題 想問一下男生遇上最公主的公主 是怎樣的呢 你和我一起走 那你走出去的時候 那上面滴水這些你控制不到 那滴了他道理 你特意推我出去的 行了 算了 你都不喜歡我了 那你這個朋友怎樣反應 這個就是他的反應 就是有些很 你不知為什麼會被人生氣 但是就生氣了你 因為有公主病的人 都是很 他真的有幾分知識 我可以這樣說 真的嗎 你很累過那些是這樣 你那些就是這樣 你又沒有人 很糟糕 公主就是圍著自己而轉 他就會覺得自己是最好的一個 所以很多時候他認不到 譬如你去到三十歲 還這樣公主病的話 真的嫁不出 你接受一下現實 你不是真的公主來的 你是這個香港的 其中一個很小小的女生 你不要看那麼多 那些什麼愛情小說 那些 面對現實 社會上不是只有你 就是如果全世界都是公主 那這個世界會倒楣 那些人會不變得更大的 也不斷入你 還在你年來的 如今的你又會不動搖 惹字了 你不動搖 獨自在魂lek叫潮 任你的碎月 燃燒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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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病了 一聽電車男的這三個字 你馬上腦袋變成什麼形象呢 我第一件事想到一個男生 有一點點披頭沙發 坐在電腦前面 當然是周圍黑曬 只有電腦光發光那些 我總是覺得溝通上很奇怪 就這樣接觸又不像正常人 獨男快卷這些到底是怎樣定義 誰定義出來的呢 其實我覺得是每一個人 有每一個人的要求 他們要這樣說我沒辦法 我不能夠改變他們的白口 你覺得自己最獨男的階段是怎樣的 學又不翻全日 不翻學 學校那班同學 他們有他們的圈子 我自己就獨自在外面 不喜歡這種人口 到電腦打機幾乎有些東西來做 有些東西幾乎 今年多少歲 說不說你 說得了 39歲 可否告訴我們 你拍過多少次拖 正式來說是沒拍過拖 因為沒試過成功追求到 如果他力氣你有一天 拜拜 哈哈哈哈 我直接 一定不會吧 真的沒有男朋友也不會選擇 哈哈哈哈哈哈 你怎麼看香港一般的女生呢 就是選男朋友那些 都 英俊 高大 有些可能真的 沒有上述那些 但是他把口 說得 過時過節那些 你也知道 個個都一上一上一上 拖男大女 自己又單身一個 都真的很想 但是 有時 真的遇不到就遇不到 其實我公司做的事 我是在聽這首歌 其實 播放的時候 是有幾句 真的很深處 我未相信 沒朋友 伸出雙手 打到油 你願跟我做朋友 但摸不到我手 今天每個人都很漂亮 你還不喜歡拍她 你叫我現在在拍她 你叫我現在在拍她 你吸不吸引嗎 這些模特兒 眼前一亮 男士當然喜歡看女生 難道你找上了大年紀的來拍嗎 你街頭這些當然是拍青春少女 就知道了 親女門脫去 羽毛掛上波羊 與製額當中 對焦與半空 原來是 有 一 發 非釘張 阿總是射中 我想 NAMO的現象 很清楚就是賣肉 我覺得賣肉 這件事其實 在香港不是一件新鮮的事 其實一直都在賣 其實都沒有性感 如果穿泳衣 現在很多人都在沙灘穿泳衣 我們好像沒有這個異色形態去引誘別人 我們選擇去拍一些青春的照片 給我們喜歡我們的人分享 以及我們自己留念 很明顯 她的目標是十幾至二十幾個 因為她這些有時候踩了一點點戒 她用一些象徵的意義 去表達了一種色情 例如咬腸仔 刷牙刷到 周生牙膏 喝奶這些 其實是人家用有色眼鏡來看我們 所以我覺得 不是我們的問題 不需要跟我說這些 只不過是喝奶或者刷牙膏 你當那個人 如果那個人是男人 你當他是傻的 你這樣跟他說 我沒有象徵意義的 看AV都知道這件事了 其實這些事情 現在二十一世紀了 不要那麼老套 大家 其實我覺得 給我的子女看 其實我自己都會 我本書有日後 都會給我的子女看 我覺得沒有什麼 是覺得很羞恥 或者很低俗 心裡很多人會覺得 我不是很想Lemo 為甚麼呢 就是因為我們去書籍 預期的我不是真是賣寫真 我真的想去掃一些我想看的書 現在好像說到Lemo集地球 我們其實從事演藝事業 我們沒有標籤自己是Lemo Lemo這個字是別人給我們的 因為男人追求新鮮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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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的體育 這個體育 如果你問男人 永遠都是追求新鮮感 我們是年輕女 會不斷有創意 做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 他們不能再用老套 那一套去看我們 我們 八十六飛流 我們不斷感受到 我們不斷感受到 那一套去看我們 就讓我們來看 好